黃珊珊他也反對限速法 不過先把黃珊珊拿開的時候 有人說黃國昌唸舞是為了 因為黃珊珊被他守候 不過我倒是比較覺得比較有趣 怎麼突然間跑去唸舞呢 委員這突然間跑去練武功 沒有這個其實這個其實看得出來 因為黃國昌後來有說到什麼 我們立法院還是一個理性問證的地方 不要有這種全武行的事情發生 那為什麼這個其實就抽流量 為什麼因為館長最近他在做什麼事情 他把我們這個立法院內的工房的影片 剪接下來然後他馬上暫停 就是說如果這個時候有來我這邊練武的話 我們可以怎麼做 然後轉到另外畫面 做生意喔 做生意啊 你去看一下館長像都這樣 所以包含黃國昌去這邊兩大鄉城對不對 所以他是去當最大的一個廣告的一個叫做 見證者嗎 對吧 還是招牌 招牌 招牌 然後這個 你看民眾有八個嘛 扣除黃山 黃山不會去嘛 還有七個嘛 然後黃國昌 黃國昌也不用錢嘛 還有六個名額 好六個名額 然後可以來增加這個館長的業績 所以我覺得當然是 我覺得是一個這個 我覺得行銷啦 所以當然出現這個 但回過頭來還是要講剛剛國民黨的事情 就是說到底他是不是一個什麼 滅台毀台計畫 很多很多的現在討論到的法案 其實包含憲法訴訟法 包含剛剛溫小林委員講的 那國安法的修法等等 還有選罷法 有些是可以討論的 有些當然我覺得不太妥事 包含什麼可以討論 憲法訴訟法當然 固然有很多律師團體 然後包含司法集團 也上街去反對這個事情 這我認為也是國民黨必須正視的 但也的確裡面講到 不管是憲法法庭 他法官的這個數量 以及他通過的一個這個門檻 他門檻有沒有可以提高 這是一個可以討論的議題 他不是一個單純毀台的這種簡單的二分法 然後這樣子去輕鬆帽子的問題 那選罷法也是一樣 我們大家去各自討論 那回到國安法部分 我覺得也的確 國安法汪小林委員 他提出來這個吳司懷條款的部分 其實你從國民黨的立法委員 撤先大家就看出來 大家認為這個法條 的確有點不妥事 那我也講我個人看法 我覺得汪小林委員 當然有可以提法條修正的 這個言論自由的意見 這也是他立法委員的職權 但其實有一個分別 汪小林委員說我是中國人 好這個是他從小認同 在台灣這塊土地上 我覺得這沒有什麼問題 就他對各自的認同有不同的認同 但回到退退 他沒有讓他阿公 他阿公是日本 好啦先不要談他阿公啦 然後才談到就是說 退降的部分 我覺得這嚴重的是在於什麼東西 退休的將領 他過去是捍衛中華民國 對 所以今天他這個不管兩岸之間 不管什麼憲法一中 或講到各自方式 他們現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歌 就並不是中華民國的國歌 好那本身的確有一定程度的敵對跟塔特 你剛剛那句話叫做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歌 不是中華民國的國歌 剛剛剛剛少講兩個人民 就是國民革命軍的歌 本來就是就是他並不是一個我們認同的一個政權 不是我們的國歌就對了 不是我們國歌 所以當然你說過去老講 過去歷史就是我們就是反共降臨 我們的國軍就是在對抗中共 那過去是成為敵人 過去打你死我活 那現在如果你真的在對岸土地上去聽的國歌 我當然覺得不妥適 尤其是軍人 你說一般民眾就算軍人 我覺得更不妥適 最後講一點 那如果今天我們可以去那邊聽他們的國歌的話 那請問一下對岸的人 不管他政府官來參訪的時候 來訪問的時候 我們在他面前撥中華民國國歌 他們會說什麼表情 他們會怎麼反應 大概是嚴重的抗議吧 那如果我們兩岸之間都要對等的話 那我們就應該用一樣的標準 去面對這個事情 你們如果能接受 我們也能接受 如果你們都不能接受中華民國國歌的話 那就要按照一樣的標準去對待 這個就叫做互惠 互惠 我們的憲法裡面有規定 中華民國外交要本於互惠原則 互惠 互惠 互相恩惠的惠 奇怪 你聽的時候 剛剛獨攬大選 怪怪 這都互惠獨攬 好 互惠 像黃國昌所侯的聯工夫議員 我們看到 習近平並沒有說耐清德這三個字 他們兩個人見面了 可是從拜登的口中 從來沒有提到耐清德三個字 沒有提到台灣政府這一些 耐清德政府怎麼樣 從來沒有 可是中國官方造假 拜習會內容他竟然造假 怎麼個造假呢 我們看個相關報導來 拜習會在APEC峰會最後一天登場 根據白宮新聞稿 拜登重申美國反對任何一方 單方面改變現狀 央視卻報導 習近平在會中點名賴清德 習近平強調 美方想要維護台海和平 關鍵是要認清 賴清德和民進黨當局的台獨本性 不只央視 中國外交部也發新聞稿大作文章 但我國管人士向美方確認 美方回覆 會中根本沒提到賴清德 我想我們有比對一下 美國白宮官方的新聞稿 那也針對中共領導人過去 在這些國際場合的談話 來做一些判斷 那比較少出現直接點名 台灣領導人的一個狀況 說不能排除是不是中共的外交部 或是官媒有做刻意會後的 媒宣的操作 或認知作戰的操作 中方的話會只用非法 錯假亂訊息 那用很侵入性的方式 來去做所有對台灣的工作 中國片片片被揭穿 而且造假行進不少 外交部長王毅日前會見 法國外長科隆那時 新華社也報導說 法方堅持一個中國 但法國的官方新聞稿 從沒提到 還有前總統馬英九 去年拜夜南京中山林 新華社也寫 馬英九強調 同意是中國全體國民的希望 但當天馬英九 根本沒這樣說 中國很喜歡在事後 去講一些你在公開的東西 公開的找不到的內容 新加坡的總理 黃總理曾經在會中提到了 克尊一中原則 跟反對台政策 菲律賓也有過 印尼也有過這東西 中國借國際場合 大搞一中宣傳 列極斑斑 對無孔不入的任職作戰 台灣得更加謹慎 所以致勝拜習會到底 習近平中共官方怎麼個造假 來跟觀眾朋友們說一下 是沒有錯 其實在昨天下午的時候 我接到電話 所以有點訝異 他說什麼 新華社的這個新聞稿裡面 還有外中國外交部新聞裡面 說這個拜習會的時候 習近平當著拜登的面講說 關鍵是要認清賴清德 和民進黨當局的台獨本性 我當這個新華社就是中國的官媒 然後還有外交部發這樣的新聞 但是這個是很讓人震撼的 如果習近平真的當著拜登的面 講出我們總統的這個名字的話 這其實很不尋常的狀況 可是過去的經驗 我們才經歷太多了 每次拜習會 像我昨天看的時候 第一時間看什麼 第一時間先看白宮的新聞稿 看英文的 因為你會發現 每次白宮的新聞稿 跟中國新華社的新聞稿 完全不一樣 那是當作我們台灣人都沒看英文的嗎 當作我們台灣人 白宮的英文新聞稿 當作我們台灣人看不懂 是不是 可是就有很多 我可以講一下 台灣人說英文的比例 絕對比中國人多很多很多 這我有把握 這絕對的 絕對的啦 就有媒體把這個當成頭版 對 我正要講 就昨天開始就有 看到這個新聞稿之後 就有紅紅桶的 或者小粉紅開始就興奮 你看習近平直接當著拜登的面 就點名賴清德 而且拜登也沒有反擊 也沒有回應 就開始這個很興奮的 這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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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拿起來 這是為什麼 因為他要做的就是這樣的氛圍 他要做就是要做出一個 習近平敢當著拜登的面 嗆這個台灣 嗆賴清德 而美國不敢做任何反應 他營造出那一種氛圍 這其實是什麼 其實就是認知作戰的做法 可是事實上在這個過去 不管這兩個人見面的話 不管中國的外交部的 這個新聞稿 剛剛我提到 他跟這個白宮的新聞稿 通常都會不一樣 所以一定要兩個連起來看 可是我們要回來問一件事情 那中國做這件事情要幹什麼 為什麼特別要用外交部 用新華社發這樣的新聞稿 我覺得兩個答案 第一個就是剛剛說的 他要創造出製造新聞 給紅頭媒體 給這種這個相關的協力者 有機會可以把這個事情放大出來 來證明說美國好像很虛弱的樣子 美國好像聽到習近平在罵賴清德 也不會有反應的樣子 可是另外另外一個狀況是什麼 另外一個狀況是中國要做一個氛圍 要做給這個這個川普看 如果美國沒有反應 如果這個這個拜登沒有反應 那下一次他如果是要跟川普見面的時候 他或許就可以開始就可以點名這個賴清德總統 所以其實你看這樣的做法當中 北京他是心懷鬼胎在操作 這種事後的點名 可是拜登講了什麼 最後要跟大家講的 拜登其實還是講了很重要的句話 他講到他其實不只講反對中國一方 海邊現狀台海和平穩定 符合全球利益 他還講了一件事情 就是他反對中國近期在臺海周邊的軍事演習 也就是他還當習近平的面講 講說對於中國的軍演破壞現狀的這個做法 美國是反對的 拜登到已經要現任之前還念念不忘 還是當著習近平講了什麼 所以事實上習近平跟拜登到底講了什麼 其實兩個人最重要的介面就是講了告訴中國 你不要在臺海製造聲端 軍事挑釁 所以換句話講 挑釁 軍事挑釁 那拜登講這個就是中國啊 可是習近平並沒有提到什麼 賴清德等等這些的時候 中國的官方竟然可以造假這種新聞 這也太離譜了吧 所以啊 年年期 我們看到年年期怎麼講 這是我們自由時報 周景文 我們的主編他提了 他說如果習近平真的這麼做了 這是主動把賴清德抬上國際舞台 習近平他就自己自貶身價了 這個蠻有意思的 委員 所以看起來 中國很會假的 聽說他們上次好像是跟阿根廷還是自立吧 見了面的時候 人家沒講的話 他們的新聞稿也是把人家加上去 搞得人家 新加坡 還有跟新加坡從你見面 日本外相也是啊 跟日本外相見面 人家沒講的話 他新聞稿都把人家 都應把這些人家沒講的話 塞到人家的嘴巴裡面去 所以日本很生氣 所以日本的媒體也登出來 還有新加坡相關的 中國這麼喜歡造假 這個國家是怪怪的 這個國家怎麼會這樣 我想中國應該也是自詢的洋洋大國 那你在中美 尤其是拜習會 這種全世界關注的一個會面的時候 那當然我覺得有些公開 有些是一個避免會議 那你這個時候事後的新聞稿裡面 你把你沒有講過的事情放上去 那你沒講過事情放上去 剛好講到兩岸關係 包含台灣問題 把賴清德 認清所謂台獨本性 就是說你把這加上去 目的是什麼東西 目的是說我敢在美國的面前 去跟美國總統拜登講這個事情嗎 也怪怪 因為老實講 美國對於台灣這個一中政策 一中原則是蠻清楚的一個東西 所以你特別去把這東西加進來的原因是什麼 我其實搞不太懂 那再加上 現在的確 兩岸關係之間 如果今天對岸一直都說 我們希望這個多交流 多怎麼樣的話 那你目前賴清德政府傷害之後的確對於對岸的一些相關態度 並沒有特別的明朗的時候 當然你要去堆疊三億嘛 那你堆疊三億過程當中 你直接在一個國際場合 就直接說我們的賴清德就是台獨本性 就是台獨份子 那你大概就是直接把這個門關起來 那我覺得當然我們國內自己攻防 不同政黨去怎麼討論賴清德是一回事 那回到國際之間 那你這樣直接去指責臺灣的總統去做他 去幫他定性的話 那我相對覺得你基本上就也沒打算要溝通 那沒打算溝通的話 這個也會讓我們國民黨很辛苦 你知道嗎 我們一直要希望說兩岸之間要有交流 要怎麼樣要堆疊三億 但其實不管是賴清德本身的態度 包含是習近平本身的態度 都看起來沒有要把這三億堆疊起來的話 那我們這樣不是熱臉貼冷屁股而已 不過在這裡 其實習近平你應該專注你國內的事務 為什麼 你看中國無差別殺人也謊報 江蘇八十十七商 廣東校舍疊學 執行市公安局講 考試不及格 未取得畢業證書 又對實習報酬不滿 所以回學校發洩行凶 聽說中國現在因為他們的失業率太高太高 數字不好看 他們年輕人失業率官方的數字二十幾趴 聽說真正的數字是超過五十趴 所以呢 你來那邊畢業了 你來那邊畢業了 我畢業證書不給你 因為我畢業證書不給你 就標示你還沒畢業 所以你就不列入失業人口 所以你先去找工作 找到工作以後 你在找工作的時候 你的履歷表可以寫說 我已經大學畢業 好 那個公司入取你以後 再補畢業證書給你 然後你再把畢業證書拿給公司 你就就業了 中國是這樣的部分 如果回到工作 聽說回到工作做產的 只要回到工作 不管你有做產不做產 一律不屬於失業人口 因為農村人口不列入失業人口的計算 所以中國問題一堆 你看微博全面噤聲 刪除相關影像 這些新聞全部在中國被封鎖 所以怎麼來看呢 帝影 中國的造假文化 剛剛用過說的 他確實他為了讓失業率的那個統計數據 不要那麼難看 他造假就是說 你大學畢業了之後 扣你的畢業證書 那你就還沒畢業 所以不算入那個工作人口 你什麼時候可以回去拿 就是真的你要拿到你已經應徵到的工作 的資歷回學校去領 這是非常荒謬的 就年輕人永遠都不會失業 返鄉去服務的 他都算你是那個從事農業 返鄉的 返鄉的全部都算 所以他們造假的文化 從前面那一則新聞 對起來就很清楚嘛 你跟習近平跟拜登講話 會突然在他們的中國的這個媒體上面 加了一段怎麼反台獨啦 或者是賴清德點名等等 這競雄這也是造假文化的一環 他其實造假文化這段時間引起世界公憤的是什麼 他過去一直用聯合國二七五八號決議 跟你講說臺灣是屬於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因為聯合國已經決議 後來美國發現不對 你這樣學北敢講 他去壓迫所有航空公司 說我們有聯合國的決議 臺灣是中國的一部分 所以全部都改成China 後來美國說這不對 國務院就開始做這個 後來美國的國會也通過這樣的決議 說二七五八號決議 這個是中國造假 不涉及臺灣主權 這個決議完之後 從荷蘭 澳洲 到最近的歐洲議會 全部通過 歐洲議會 全國都通過 歐洲議會是二十七個國家 對 整個歐洲議會 整個歐洲 還有包括加拿大最近也決議 加拿大也出來 對 他就跟你說 這個二七五八號決議 絕對不像中國造假的 說涉及臺灣主權 整個決議從頭到尾沒有講到臺灣兩個字 所以沒有處理臺灣主權 中國造假 你看全世界說 歐洲議會所有國家 所有歐洲國家 壓倒性通過 中國造假 美國國會壓倒性通過 中國造假 二七五八號決議 澳洲通過他造假 加拿大通過 國會議會 國會的決議 中國造假 二七五八號決議 全世界都知道他在造假嘛 都做假 所以他現在說拜登跟習近平記民 說台獨怎麼樣 我要再強調一次 拜登雖然快要 政權合比轉你 他至少在任內五次提到說 如果你中國片面改變現狀 美國要出兵去維護臺海的和平 中國都不敢在裡面只能說 這都動作不發生 我造假說 你去點名台獨 去點名台獨 這個造假文化 你從二七五八號決議 他現在發生的國內的這個疊血事件 一樣都用造假的風險在處理 我覺得發生這個疊血事件 或者是開車撞了 每一個國家可能都會曾經發生過 美國也有校園疊血都有 可是從來沒有新聞被封鎖 為什麼 這就是言論自由 人民有資的權利 問題是在中國 全面噤聲 相關影像什麼 連提都不能提 你的記者 哪一個記者敢提這件事 你這個記者可能事情都大條 用給他鼓勇 我覺得發生這個事情 很遺憾 可是全面噤聲 這個更可怕 這個在我們民主國家來講 是不可思議的一件事 你看 嫌犯實習的時候被工廠拖炫工資 不給買保險 不給加班費 無故罰款 不給賠償金 每天工時十六個小時 十六個小時是違反國際勞工的相關條約 絕對加班不能超過四個小時 一天工作不能超過十二個小時 這是他整個都違反國際公約 因為他有維穩的需要 他用維穩兩個字 他就不讓你相關的訊息可以露出來 好啦 我先講一個結論 就中國你現在看到這種無差別攻擊的狀況 未來可能只會增加 不會減少 而且情況 永哥這跟一般國家真的不一樣 這跟一般國家不一樣 其他國家雖然就是偶發會看到這些事件 但不會像中國現在以後頻率會越來越高 為什麼這樣講 來 第一個 你要先理解中國現在叫做悶社會 什麼叫悶社會 意思就是說 中國一方面現在經濟狀況不好 然後失業率高 尤其是年輕人找不到工作情況 很嚴重 所以你看對中國政府來講 連年輕人就騎腳踏車上街頭 要跑到鄭州去吃湯包 這麼多人騎腳踏車上去 他都要管制 因為他怕你會造反 學生不能騎腳踏車去吃湯包 是啊 十萬個人就不行 十萬個人不行 四個人可以啊 但是變十萬人要去吃湯包就不行啊 如果前面六個後面四個 叫做六四個人騎腳踏車去吃湯包 這樣可不可以 這樣不行了 全部都被造反 所以如果有十個人騎腳踏車的話 一定要前面五個或三個或兩個 不能有六個四個就這樣子嗎 八十九個人也不行 八九也不行 一九八九年也不行 不是因為八九就六四啦 只要取名字不能 哥哥取名叫某某天 弟弟取名叫某某安 叫天安 這樣會不行嗎 天安可以啦 六四不行啦 喔 這樣子